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一些關於怎樣去做一些疫苗護照 提高它的認受性 接著就開放多些食肆 或者是酒吧的營業的規範 我自己經常都說 香港是自己催眠了自己 就說自己香港人是高質素的人 又說自己香港的管理團隊 即是政府的公務員 是一些高質素的管理團隊 我經常都不贊同 我經常都說香港人 其實都是跟全世界人一樣 是一個政態分佈 並非特別厲害 亦非特別蠢 只不過是一個環境和空間 時間是令到它繁榮起來 這個繁榮就是建基於以前的壟斷 獨市生意 做中國和英國的必經的橋樑 到現在內地壯大 亦都是在吃中國的經濟增長的紅利 即是流少少水下來香港 都令到它有很多生意做 這個呢 在講的是 香港始終是一個千年難得的福地 並非是香港人特別 而是歷史和空間選了它 但是香港人呢 為什麼會是 我認為它不是那麼高質呢 因為香港的人口非常密集 密集到是要去欠很多的資源 由它一出生開始 要欠獨幼稚園 欠奶粉 欠小學學位 欠中學學位 欠大學 欠所有東西 灌輸的東西 大家都要欠 那競爭心態就非常之強烈 跟著呢 就相對來講 就變得很自私 那樣東西呢 以自己先行 今時今日 去到差不多死 就是那個 香港的經濟 已經是沒有什麼 就是除了金融之外 房地產之外 已經是沒有其他行業 可以自給自速去賺錢 因為市場實在太小 只有那七百多萬人 那你不停的內耗 其實就死了 那但是他都不會去珍惜 做一些公民的責任 譬如一些真的身體健康的人 就去打針 永遠在推堂 就要等到沒有了事情 才去做 那如果個個都是這樣做的時候 那個疫症就沒有辦法 可以變成像以前那樣去行 那這個一定是一個死症來的 那但是 就是要他去做一些加強版的監管 打了針可以放寬一點 又不肯又要在那裡吵 根本是香港人 我經常都說 就是自私自利到一個極致 那美其名就說 檢查他們的行蹤 私隱 我自己心想 你是甚麼人才可以 誰人關心你的私隱 說真的 不要放自己那麼大 你不是一些甚麼名人 你自己不斷在社交媒體 不斷上載你的東西 根本有智能手機那一天 已經是沒有了私隱 不要車相是有私隱 我覺得 要大家去回復以前的經濟 那些事情 就是要跟著去做 那 始終有些辦法 不是用金錢去引你們去做的時候 就是用一些強硬一點的手法 逼你們去做 那你又要做生意 但是又不想遵守的時候 又想過回以前的日子 就是世界上一定有成本要付出 沒有可能又沒有成本 又可以無本身 你這件事是沒有可能的 那坊間有很多人又說私隱 那我對那些人 我覺得是很鄙視的 就是永遠就想不到辦法 但是永遠就在那裡吵 一個吵字是解決不了問題 那我年多前 就是初初已經有這個肺炎的時候 我已經說了這一段的疫情 是病死 病死 餓死 精神病死 是沒有錢花的 就是窮死 餓死 是多於病死的 病在這個疫情裡面 因為到今時今日 我都覺得疫情 不是想像中那麼恐怖 它的復原率始終是很高 不過大家永遠是注重 在一些染疫的數字裡面的時候 令到自己無端端找東西來害怕 到今時今日我也是這樣堅持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